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孩子过度使用电子产品 今年增加视力检查 志工也利用时间加饱了解每个家庭的需求 印度语单亲妈妈维玛拉德玉 独自抚养五位孩子 志工关怀九年不间断 五位孩子相当上进都获得慈激奖学金 长女更适用功读书 终于取得教育文凭 一份关怀让弱势家庭面对未来 有着更多希望 大爱新闻 图泽薇 黄秀景 吕佳佳 马来西亚报道